太髒太混濁 她說不喜歡 舞台上偶像歌手輪番上陣 讓現場戲分嗨到最高點 不過在活動會場當中 有一群正妹顯得相當特別 身上掛著大牌子 複石 彎下腰來剪食垃圾 仔細一看牌子上大大寫著 我想要沒有垃圾的下鍊 吸引了不少目光 原來這群女孩 今年剛從花蓮女中畢業 彼此相約到會場 自發性的剪食垃圾 希望自己能夠發揮影響力 讓已經舉辦八年的夏戀嘉年華 乾乾淨淨不帶滿地垃圾 八個人光是一個晚上 就剪了將近十幾袋的垃圾 隨手亂丟垃圾的狀況 每年不斷上演 讓發起的同學們 決定戴上手套和垃圾袋 主動剪食垃圾 發揮正面影響力 我們希望幾個朋友 就覺得我們可以自己 日發行的來這邊撿垃圾 然後畫著這個牌子 然後讓大家看到 有學生在重視垃圾這個問題 然後反省自己的行為 每次活動一結束 滿地的垃圾都讓人頭痛不已 也對環境造成傷害 而這群正妹的善舉 不禁讓人懷疑 國人的公德心到底在哪裡 記者廖威廉 林春芳 花蓮報導